孙安佐遭报上课衣服脱掉差点被退学,同学家长接迪英带给他伤害怒轰教育有问题。 孙安佐在美国开了扫车校园玩笑后被警方逮捕,更搜出了改造枪支级1600发子弹,4月25日将是他的第一预审庭,传迪英警了二位王牌律师救,一个小时就需花掉3万元,据悉律师与警方都偏向希望孙安佐认罪协商。 孙安佐更加上一条拥有犯案枪支的罪名,极有可能会被遣返回台。 根据ET Today新光云报道,除了大家关注孙安佐的案情外,其实更多人在讨论迪英教育是否有问题,一或是孙安佐在成长过程中,家长是否有疏忽导致行为偏差。 其实不少同学家长都出面说孙安佐其实蛮乖的,但是行为有点怪异,常常在学校穿防毒面具走来走去,很喜欢军火类的东西,但迪英管教是有问题的。 孙安佐曾经就读康乔国际学校,同学爆料孙安佐在学校相当调皮,常常被老师私下约谈,还曾在晚自习时突然把衣服脱光,光着身体和同学打闹。 晚自习结束后又都留到很晚才回家,隔天又迟到成为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,由于孙安佐脱光事件,让学校本来想把他退学,但是考虑到孙安佐父母亲都是一人,于是请了迪英与孙鹏到学校谈谈,希望夫妻俩先帮孙安佐办休学,让他到国外去念书,就可以躲过贝勒领退学的命运。 其他家长更透露孙安佐其实童年非常孤单,每次举办家长会孙安佐的家长位置总是空的,其他同学都有爸妈来陪伴,唯独孙安佐总是自己一人孤单坐在位置上。 据悉虽然迪英常常在电视上讲自己是胡妈,管教孩子相当严苛,但有爆料者说他其实对于孙安佐的交友圈很放任,不太管孙安佐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, 常常迪英跟孙鹏两人自己出去玩,孙安佐就是自己待在家跟自己玩,之后便沉迷军火开始自己动手改造,一完成时迪英还会大力称赞和亲友分享,也让孙安佐意识到这么做可以得到父母的关注。 在当时同学眼里孙安佐的生活虽然富裕,但看在别人眼里却蛮悲惨,康乔学校的同学接着说他因为有迪英给的付卡,常会帮同学上网买东西,有时候心情好就直接付钱送同学,同学大赞他是个好人, 但因为父母不太有空陪伴,感觉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很孤单,有一次一票人到孙安佐的家玩,一般家长都会上前打招呼,看看儿子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, 但迪英却完全没有出来,自顾自的在厨房打果汁,最后直接回房换衣服出门运动,也没有关心孙安佐一下,吃喝完全交给庸人负责,没有一次例外, 让不少网友听了直呼孙安佐会变成这样,迪英要负很大责任, 小孩子的成长过程深深影响个性啊,听起来孙安佐真的蛮孤单的。